重庆江湖菜 耐风鱼 麻辣 鲜香 嫩 诶 陈小厨 你买的鱼回来呀 你不是想吃耐风鱼的吗 你要买的草鱼回来 做条耐风鱼 哦 要的嘛 做耐风鱼一般用花链或者草鱼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草棒 这个草鱼买回来把它清洗干净 特别是这个黑幕 再把它以皮味儿 草鱼那个牙齿啊 我们要把它去了 煮到里面呢 容易发苦 草鱼这样子三下五寸儿 把多成条条 再来拍点老姜 那个葱也拍一下 更出味儿 这个盐呢 我们要加重点 加入一些底味 料酒 来一些胡椒粉来点 把它抓均匀 让它腌个十来分钟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切一些配料 泡姜 泡辣椒 我们把它剁碎 大蒜呢 也把它拍破 剁碎 配料切好了 我们再把腌制好的鱼 多一点盐分给它冲掉 接下来我们开始切个烧油了哈 菜籽有来些 猪有来点 用烘烘油炒 它更香些 先把那个青花椒 来一把 干辣椒 来一把 把它炒香哈 古辣味儿给它抢出来 再把那个姜蒜 放下去哈 把它炒香 接下来我们就加入 赤巴辣椒 豆瓣姜 它的颜色 香味儿给它炒出来 再来加入这个泡姜 泡辣椒 把香味儿给它炒出来 就可以加入三全水了 接下来就把鱼给它放下去 这个鱼盘是精化哈 也放下去哈 再加入料酒 白糖那些 综合好味道 胡椒粉那点 鸡精那一勺 味精那一勺 还有来一些陈醋哈 去腥 蒸鲜 还剪粒 大葱 黄辣椒 给它用小火煮起 给它煮入味 鱼煮的差不多了 我们用水淀粉 给它给它剥钳 我们再给它做个大盘盘 给它装起 撒上一些蒜末 酥芝麻 还有投上一些花椒面 葱会儿再来一把 最后啊 我们给它浇上一些胡辣油 胡辣油不要炸胡了 但是要炸到尾 炸的那种偷油婆颜色 它才更香哈 这道麻辣鲜香嫩 非常好吃的 那一封鱼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 记得收藏起来试一下